暫言第31章 第30節 艷麗是虛假的 美容是虛浮的 為驚威耀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如果這樣齊備了這種可以雲柱火柱級的使徒 每天都沒有偏差 一個訊息一個方向 絕對沒有離開神的旨意 究竟齊備了 神要的接下來是甚麼呢 齊備了聖殿 神想怎樣呢 問題是齊備了這些人的時候 要有甚麼呢 我們就要看看 原來齊備了使徒的時候 才會誕生 即是齊備了雲柱火柱的使徒之後 才會誕生甚麼呢 就是與雲柱火柱一起來的一件事 就是天意級數的大令 雲柱火柱是否直接讓人感覺到 嘩 直接有那種天意級數的感覺 就是你會看到 在分開紅海之前 雲柱火柱已經在了 你知不知道 是他們擋住了埃及的軍兵 等到以色列人落百萬人過紅海之後 才收起 等這些人衝進紅海被淹死 然後40年裏面雲柱火柱都在了 而事實上雲柱火柱出現的時候 已經在觀感上 你想想你當時能夠有幸成為以色列人 一起跟著埃及的時候 你見到雲柱火柱會怎樣形容 是不是跟普通神職不同呢 是不是跟普通醫治一個雙峰級的神職 或者叫到一個位置不同呢 你會看到完全是神介入的 而這個介入絕對是跟神有關的 並且這個介入還要將神的旨意顯示給你 所以我用簡單來說叫做天意級的大領 完全沒有花木架 但是這種天意級的大領 只不過是一個預表 為什麼一個預表 因為很簡單 因為到有一天不是真的用雲柱火柱 是到有一天用使徒成為雲柱火柱 到有一天將為無依人成為雲柱火柱 明白嗎 所以這種天意級的大領 其實是讓你知道是有神的介入 並且是時代的終結 這個其實就是當時這個Olive的時候 就是聖殿的概念被攀佈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預言了聖殿最終極的結束 的一個預言 所以當時來說 你看到所有這些活劇 所有這些祭遇 所有遇到這些 為什麼連日期 月份 連人數的死亡 為什麼都是這個預言 預言什麼呢 其實是預言 整個聖殿終於完成了 整個神的心意 在人類歷史裡 去完成了 就好像神在以色列 開始這個歷史當中 開始了聖殿的 在所謂命令 而以匯幕的方式表達出來 去攀佛出來的原因 其實就是已經清楚預言了 在人類歷史當中 神其實是要求什麼 神是希望有什麼 而事實上 在人類歷史結束的時候 當你結束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原來在開始的時候 神已經將這個態度表態了 就是原來在天義級的帶領下 原來神藉著以色列人出一格 和摩西帶領他們 去說出 其實神要我們在觀感和回應上 如何回應這個天義 或者你很奇怪 有關係嗎 有關係的 你回應一個普普通通神的話語 或者神的律例典章 或者神的logo的時候 是不同的 因為你是日常生活當中 好像沒有跟神直接接觸的情況下 你在信仰上面 保持著你自己的屬靈操練 但問題是去到Rhaima 去到Rhaima就有不同了 因為那個是神時代信息 因為事實上 沒有一個先知 根本可以一開始 就已經去到 能攀佛神天義級數 一開始的時候 每個都是由Logos 跟Rhaima 跟著天義級數 你只是看看 以利亞 她是不是這樣 你會看到 事實上 她差不多被提前 她所有身上的神跡 都是天義級的 她降火下來燒死 這些五十夫長 她自己可以用一件 帆子去分開 這個藥彈河的水 她被提的時候 她有火車火馬 去讓她飛 飛去天上被提 你看這些 是不是天義級的 就算連我們說的 以利亞 她都是一步一步 由Logos 由Rhaima 由Rhaima 到天義級 事實上 不是很多人 不夠有生之年 到Rhaima 一生都可能是Logos 因為Logos 完全沒有進步 神光解 跟她說話 連最低標準做不到 為何會突然被高標準考驗 等於這個問題 小學都還沒畢業 你現在給大學 大學畢業的論文 要去寫 有什麼可能 小學都還沒畢業 所以當Logos 這個人都不能夠勝過那個考驗 因為Logos 你會看到 10屆很多這些 是不是考驗 那些人走遮面 打算不做 不守這些標準 那又怎可能再有Rhaima 如果Rhaima都做不到 那又怎能有天義級的級數 是不是 所以你會看到 只是按照這個標準 就是這樣的標準 那你會看到 以色列人很明顯 當時神不可以 完全被一個 全面的天義級 帶領他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標準 小學生都還沒到 他們的信仰 但雖然他已經有400年的信仰 留在埃及 由阿伯拉罕 一路世世代衍生 十二支派 雖然有400年的信仰 但在信仰上 你也看到他們是很小學生 對嗎 但問題就是 你會看到 所以當時不是一個真真正應 存在天義級的信仰 存在一個世代 所以也不是有天義級的獎賞 在那個世代 為什麼 為什麼不存在天義級的信仰 因為很簡單 天義級的信仰 在摩西的時候 是借助雲柱火柱 去完成使徒的工作 但問題是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是借助雲柱火柱 去完成使徒時代的工作 在當時的預表和預言 將會有一批人的信仰 去到這個階段 就是去完成這種天義級的侍奉 而成為全世界的人的榜樣 真言第31章 第30節 艷麗是虛假的 美容是虛浮的 為經威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OK 從千萬不建せ 性客 還是 conce connot 不過有些超人的思想 求我當時 無棵的心裡 無棵 Bridg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